嗨,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印度人的洗手间到底啥样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洗手间 大家看一下,老规矩 还是没有卫生纸 然后厕所旁边的话也没有水枪 但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小装置 就是这个水龙龙龙 然后这个有个杯子 至于这个杯子怎么用的话 大家可以看这个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妇人的洗手间 我们可以看到妇人的洗手间也是老规矩 没有那个纸 这个应该是个按钮 按一下就冲水了 马力还是非常的大 我没有发现那个水枪 但是我看到这里有个神奇的水龙龙 连接着马桶 我试一下看它是怎么一个原理 这个太先进了吧 它还可以调整这个马力的大小 这个发明真的厉害 非常的棒 这里有一根水枪 原来藏到了这里边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酒店的 酒店的是这个东西 这水枪喷出来非常的凶猛 右手拿着这个水龙头冲 然后左手配合清洗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原理是一样的 然后酒店其实是有卫生纸的 哇哦 来看这个印度新型的饮料 这应该是一种神奇的元素 它这里有薄荷 有那个柠檬 还有辣椒水 我能闻得到一股麻辣的味道 来一瓶 给我拿半个柠檬 把柠檬切成一半 对放在手里面 这个器材也是非常的高端 它采用这种形式给我打 然后纯手动给我几个柠檬汁 在糖上面飘着非常多的那种 微量元素 非常的酸非常的咸 这个就是辣椒水 来印度旅行就是超越自己 哇哦 这个就是印度的汤圆 你们看 一瓶 五瓶 五瓶 OK 给你四 四 OK 大爷给我拿了一个 一次性的塑料袋 再给我加一点这个汤圆的汁 这个老板现在学聪明了 用勺子加两个 就这样 印度的汤圆 他还用手给我弄一下 再给我浇一点这个糖浆 非常的nice 印度小汤圆 好 我来尝一下这个印度的汤圆 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超级的甜啊 然后还有一股奶香味 再来尝一下这个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感觉就像吃的那个冰糖糕一样 太甜了 这是真的甜哦 好像是被誉为全世界最甜的食物啊 特别特别甜的那种 看这个卖波罗的小伙子啊 在这个大街上卖波罗啊 这个波罗上面有非常多的抗物质 再看他叠的这个形状啊 每一片都是爱你的形状啊 用这个牙签给你固定上啊 非常的nice 小伙子现在给我拿上了波罗啊 看这刀工 是不是特别的帅 纯手工的啊 马萨拉 yes 马萨拉 马萨拉加上这个波罗口感真的是太棒了啊 喝一下这个印度的波罗汁啊 100RB OK 看这双有灵魂的手啊 现在开始给我拿杯子了 再把这个手放到这里搓两下啊 从这个神秘的设备里面再取出一块波罗 开始给我大力的摇这个波罗了 左手右手双动力驱使 再给我拿这块波罗啊 兄弟们你们看到这个手是非常的有灵魂啊 大力的摇摆啊 在这么一抖啊 把那个渣渣全部给我过滤掉啊 新鲜榨出来的波罗汁啊 怎么是红色的 看到这双有灵魂的手啊 直接给这个饮料已经染色了 我就非常好奇了 这个波罗汁它怎么是红色的 这个波罗汁有点怪怪的啊 发酵的波罗啊 这个汁都是红色的 来印度旅行每天都是超越自己 哈哈哈哈